老婆微信留言说,牙疼上火了,只能嘱咐她到医院看看,或者到附近的药店去买一些去除牙火的药。 我的牙也不好,但比较爱惜牙齿。 前几天终于买到了牙线,并且迫不及待的当晚,在晚餐之后呢,就开始用上了。 平时在路边经常能够见到使用过的牙线扔在地上,表明美国这边的人们还是很在乎牙齿健康的。 在国内时,路边就几乎见不到使用过的牙线,牙齿健康与否,能决定人的寿命,影响人的生活质量。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曾买了冲牙器使用,感觉很清爽,并且也独处家人使用冲牙器。 但老婆和大宝都不太情愿使用,每次都是我半强迫地让他们冲牙。 我现在走了,估计他们把家里的冲牙器彻底的素质高高了吧。 去年春节前,在咬面包片的时候,那个面包片的表面有点干,就是面筋还特别大,所以有点硬。 在咬面包片的时候,使劲扭了一下牙齿,就是那个面包片的面筋太大了,就是结果就听到口腔里头突然有一声,啪的一声,轻裂的爆裂声。 应该是清脆的爆裂声,然后就一颗大牙就开始疼。 到附近的医院去检查,是牙裂了,医生用镊子把裂掉的牙刹取留下来,然后告诉我需要做根管治疗。 这很让我痛心,但也没有办法。 一是自己缺钙吧,二是自己经常睡得很晚,身体抵抗力低,牙齿就脆。 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医生说需要做牙罐,予以保护,否则以后还会裂开。 碰巧呢,在这时候我陪父亲去北京看病,就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医院顺便做牙罐吧。 结果医生在给那颗牙拍了X光片之后,明确地告诉我,看不到根管填充的痕迹。 医生怀疑这颗牙以前根本就没有做过根管治疗。 我说不对呀,做过根管治疗呀,去过好几次医院呢。 但北京的医生很肯定地说,必须重新做根管治疗。 在这之后呢,很幸运地挂到了口香哥孙主任的号,他亲自给做,用牙钻把牙重新打开。 并且他惊讶地说,哎呀,你们当地的大夫太不负责任了,把你这颗牙都快掏空了。 估计你们当地的医生是找不到牙齿的根管了,所以才在你的牙齿里面掏来掏去的。 而且把你的牙齿掏空之后根本就没有再做根管的填充。 听到孙主任这样一说,我的内心感觉很悲凉。 对我这颗牙进行第一次诊治的这个当地的医生已经有50多岁了, 而且从事口香科20多年了,属于当地一位比较有经验的牙科医生了。 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很有经验。 这么多年来,他得毁了多少人的多少颗牙齿啊? 真的不敢想。 孙主任给我做完根管填充之后呢,让我挂另一位医生的号,做牙罐。 但另一位医生说,安装牙罐时得切牙银,不然安装不上。 我听了之后,头皮发麻,说,嗯,切牙银,这不是个小手术吗? 可不可以不做牙罐,直接堵一下,就可以,可不可以堵一下呀,简单堵一下。 他说可以直接堵,但是呢,这样容易形成压周袋。 后来呢,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比较害怕切除牙银啊,切到一块牙银,切到一块肉我觉得比较害怕。 所以还是决定不做牙罐了。 又挂的孙主任的号,请孙主任用光敏固化的方法给堵上了。 孙主任的医生,这个医生的医术非常高超,他一边给我堵牙,一边给我讲解,说, 你呀,这颗牙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了,给你做一个斜坡吧,这样呢,以后补的这个斜坡呢,就不容易脱落啊。 如果给你做一个四方的呢,就容易有样嘛,一卡就容易卡掉,如果做个斜坡,就能够顺劲啊,不容易掉。 等以后万一掉了之后呢,再想办法,并且他做的时候呢, 他也跟做牙冠那个医生会诊,研究我这个牙怎么修补啊,说这个牙,牙髓腔还算完整。 然后又给这边打了一个小装,好像这样的, 栽了一个装,这样更容易去做光敏固化治疗吧,就是堵,实际用光敏固化堵一下。 所以特别感谢孙主任,也感谢北京的清华大学医院的口腔科的这些医生, 因为以前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是支持,那边处理一个洞, 然后在那边医生给处理了,当时一个谢医生,他一位女士啊,表情很严肃,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说法都不错啊,我的支持当时有一个洞, 他建议呢,我把这个支持拔掉,就是左上,左上面这个支持, 我这几个支持都有咀嚼功能,都长得比较正, 然后但是左上面这个支持有一个洞,他建议把它拔掉, 以免影响挨着支持的大牙,我有点可惜,心疼, 我说别拔了,堵一下吧,结果堵完之后,过了一两年, 然后这个支持继续烂,把那个跟前那个大牙也烂出一个洞, 结果后来把那个挨着支持那个大牙也做了更换治疗啊, 就是,所以真的当初把那个支持拔掉就好了, 当时有点舍不得,结果后来造成了后患, 后来那也听我爸说,差不多十年前吧, 他在清华大学医院挂孙主任的号看牙的时候, 孙主任当时给他检查的时候说, 哎呀,你的另一颗牙有一个洞,有一块地方烂出个洞, 我得给你堵一下,不然以后会越来越大, 然后孙主任就给,给我爸,发现我爸的另一颗牙有洞就给堵上了, 过了几年之后呢,父亲的那颗牙掉了, 父亲把那颗牙放在手里端详的时候, 看的时候发现,当年孙主任给堵的那个材料呢, 还很牢固的跟牙齿形成一个整体, 的确让人佩服,就是孙主任他的艺术特别高超, 而且心也特别好,他发现了说,哎呀,你的另一颗牙, 本来看的不是这个牙,但是他检查的时候发现, 另一颗牙有一个洞,所以得处理一下, 这次我能来到美国真的很不容易, 由于家里不同意我出国, 所以在我出国之前呢,把我的银行卡都收走了, 在更早的时候呢,为了阻止我办理美国签证, 老婆把房证都藏进来了, 并且切断了我的银行卡和现金的来源, 而我当时还没有把信用卡激活, 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 后来灵机一动,想起来老婆每个月 在往健身银行给我的住房, 公金金,账户,贷款,还款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和省事呢,他每次都存一个整数, 但是每个月住房,公金金那边, 从我的建设银行账户划走款项的时候呢, 都会剩几十块钱,在我的账户里, 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的攒起来, 一定会有至少几百块钱的余额吧, 但是这张银行卡呢,正好在我手上, 当时老婆以为这个卡里没钱, 就这个卡仍然我拿着, 我当时心里很激动, 就赶紧悄悄地去建设银行的ATM机, 把这个卡查里面一查, 余额有九百多块钱, 所以就果断地把这九百块钱取出了, 因为国内的ATM机只能取一百块钱面额了, 美国这边可以取二十美元面额了, 最少, 那这个钱就够了, 可以够这个路费了, 去北京大使馆, 就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 办理没钱的路费了, 在这之前呢, 在网上交纳签证费的时候呢, 用的是姐姐的网银, 就算是从姐姐那里借的钱吧, 所以也总结出一个教训, 就是人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储备资金, 不能总是像我这样聊手空空的, 去北京大使馆面签之前呢, 大宝看到我实在是没钱了, 悄悄塞给我七十块钱, 这是他的零花钱, 我很感动, 因为这七十块钱足够, 大宝买好多雪糕了, 面前很顺利, 前程官用汉语问了我四个问题, 去美国干什么, 去哪些城市去多久,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用英语呢, 都把这问题很流利的回答上了, 并且在他问我, 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呢, 然后我跟他一边解释, 说我做什么工作一边呢, 很迅速地把我现在的工作名片, 是中英文对照的这个名片, 通过这个窗口塞给他看, 然后呢, 我这个签证就获得批准了, 就是在另外一个窗口, 有一个小伙子在面前的时候呢, 签证官要求他出示防证, 他也出示防证了, 但是呢, 签证官还是把他拒绝了, 那个小伙子当场就开始咆哮, 开始嗷嗷喊, 你要看我的防证, 我也给你看了, 为什么要拒绝我呀, 然后他这样喊很发怒了, 结果呢, 就被工作人员给拽走了, 我拿到美国签证之后呢, 家里人一直在努力, 找我的护照, 想把护照扣下来, 如果扣下我的护照, 我就出不来了嘛, 但是家里人没有找到, 因为当时我从单位辞职之后呢, 有一天晚上, 我去单位去收拾东西, 就是用了一个纸箱, 把那些私人的那些东西, 胡乱的都随在纸箱里, 然后就拿到家里, 当时大宝看着我要走, 啊爸爸我跟你去吧, 然后我俩去的, 回来之后呢, 就直接把这一堆东西扔到地下室, 因为我们那个仓房在地下室, 其中就有我的护照, 在一堆烂纸里, 就是家里人找的时候, 老婆找的时候呢, 他不会预料到, 我的护照会扔到地下室的仓房, 他就在楼上找, 结果找不到, 所以很幸运啊, 后来我出国前呢, 到地下室那堆烂纸里, 把我这个护照给找到了, 以前那个护照呢, 没有放在地下室, 被老婆扣走了, 但是那个旧护照已经早就失效了, 已经剪脚作废了, 那个封皮的右下角被剪掉了, 在申请新护照的时候, 剪掉了右护照皮的左下角, 然后就退给我了, 但是家里扣起了也无所谓了, 就护照, 这边签证都过期了, 以前我有美国签证, 是留学签证, 这次呢是, 不是留学签证, 在订机票的时候呢, 是专门激活了信用卡, 因为那个信用卡是单位发的, 每个人都发一张,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 觉得我工作那个地方, 好像用不上信用卡, 因为平时钱都在老婆那边, 平时也就老婆勾的零花钱, 所以我也用不着信用卡, 但是要去美国了, 没有钱了, 所以就想着, 哎, 还有个信用卡, 就赶紧把它激活, 悄悄激活, 刷信用卡里的钱, 付的这个机票钱, 再加上北京朋友, 在我领去美国之前, 雪中送炭, 借给我的两千美元现金, 这我才顺利的来到了美国, 所以真的不容易, 也真的很感恩, 航班是从北京, 飞到韩国首尔的人川国际机场, 在机场里, 等了大约四个小时之后, 再坐另一架飞机, 飞往拉斯维加斯, 韩国的空姐们, 的确是感觉到素质比较高, 看着让人赏心于目, 有一个眼睛小小的空姐, 笑起来也很迷人, 很真诚, 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在拉斯维加斯降落的时候, 由于我的座位不靠窗, 所以拍摄降落前舱外的景色时, 就得把胳膊横过来, 放在另一位乘客的前方, 他是一个韩国人, 后来有些不高兴了, 的确我当时很兴奋, 忽略了他的感受, 不过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就会一定把他的手机拿过来, 帮助他拍摄几张,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比较善解人意, 有的人就很迟钝, 情伤比较低, 在拉斯维加斯下了飞机之后, 由于所有的行李只是一个双肩杯, 也不涉及到去行李的问题, 就很放松地先去了一趟卫生间, 出来之后信部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拍照, 忽然一个黑人女子招呼我, 提醒我这里不允许拍照, 我仔细一看, 才回过神了, 原来走到了美国海关, 他让我把照片删除, 我一看手机, 刚才拍摄的照片没有存储上, 我的华为X2手机, 有时候相机不好用, 这次不好用的正是时候, 正好这时候相机卡住了, 那个照片没有拍上, 所以就不用删除了, 接着我就开始排队, 在美国海关这边入关, 一位年龄很大的白人海关官员, 一位老先生, 他先是让我交上护照, 问我是来这边做business, business就是business, 做生意, 或者做商务这个意思, 还是travel, T-R-A-V-E-L, 旅行, 问一下你是到这来做买卖呀, 还是来旅行来了, 之后呢在电脑上登记了一番, 之后呢又卖条斯里的让我按一下指纹, 之后呢就问我贷多少钱, 我说贷了两千美元现金, 他也没有看, 然后他就放我进去了, 这就算是顺利的在美国这边入境了,